哇 这就是摄影小妹的最爱 哇 好懦呀 感觉 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继续脏摊系列 然后今天来的这是 双颈火哪吒 然后看后边龙王三太子 这是一个八熟口串 四川那边的做法 然后也算是一个课前预席 为啥课前预席呢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我们的探店之旅 第一站四川地区 然后先去重庆 后边再砍 如果有重庆的小伙伴 看我的视频 麻烦私信我一下 告诉我什么好吃的 我们还有个选择 两个一件毛肚 一口好脆 我这个超级脏 我吃起来毛肚 这个口感非常脆 而且蘸上它这个麻酱 太好吃了 来给你们看看火哪吒的招牌菜 脑花绝了 闻上去 这个蒜香味 直冲脑门 太香了 这个是他们家卖的最火的一个菜 这个店其实已经开了很久了 之前一直在封台 这个双颈炼的是新开的 我这就是摄影小妹的最爱 我爱吃下三鹿 你爱吃上三鹿 好糯啊感觉 很热的 我跟你说这是我觉得在北京最好吃的烤脑花 酒店非常的糯 而且吃起嘴里蒜香味超足 而且是他们本地特有的辣椒 不是咱们这边的 所以吃起来香味非常神奇 太爽了 我觉得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你为什么喜欢吃烤脑花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吃烤脑花了 而且这个店老板娘就是宜宾人 所以这些菜做的也都非常正宗的味道 强烈推荐 正式内容 这个猪鼻筋在北京可不是什么地儿都能吃到的 也是我们今天来这家店主要的一点 就是这东西北京没有 或者说北京很少 这家猪鼻筋都是从四川那边买的 然后空运过来 然后再给你烤 软软的一根很弹 猪鼻筋的口感怎么行动 就是一个加强版的金针菇 它有金针菇的脆劲 然后还比金针菇更有韧性 油香油香的 太香了 五股压长 这个好像在北京也是很少的地方能吃的 我钟爱的下三鹿 首先它外面这一层鸭皮是糯的 软非常糯 上面这一整根 就是鸭掌里头那根筋吃起来脆脆 无敌了 而且我今天点的是正辣 我觉得我也能接受 牛肉串 这就是四川烧烤 跟北京这边烧烤不一样的 就是串肉很小的一串一串 一上就是一把 这种小小的烤串 你别看它很细 但是非常进味 而且整个牛肉的滋味很足 我觉得这才叫撸串 这整把的撸 不过实话实说我觉得烤牛肉串没有猪鼻鸡的好吃 烤的川式小香肠 哇塞你看它里头感觉烤的就是油都透光的那种 肥肉肯定都烤化 真 Victor 嗯 嗨 我说这个外皮是那种肠衣 然后烤的脆脆的 然後一舀在嘴里头 整个香肠里的肥肉 就能爆浆的那种感觉 但是没有流油 只是感觉像爆浆似的 紧接着就是满嘴的肉香 哇塞 我就还是两串一起煮吧 我们的下三路 毛肚烤着吃 这我还投一回 很糯 但是味道比较一般 就是没有别的那么经验 烤鹅肠 这是按把麦的 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焦焦的脆脆的香香了 这个还标准就得三根起炉 人间滞味 烤肥肠 辣味的烤肥肠 这个跟我们之前吃的 宽垫的不一样 宽垫是甜味的 这是辣味 这个烤肥肠味道也很香 整个吃起来 就是肥肠那种油香油香的感觉 这个好吃 这也是这儿的特色 这是老板 看我们录节目跟我们强烈推荐的烤鸭血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于喜欢吃毛血旺里头鸭血的那种 整个就是毛血旺的那个味儿 但是全是鸭血吃的好满足 麻辣的味很足 而且整个吃起来非常的弹牙 吃着也好嫩啊 我觉得他们家这家店大部分都好吃 昏燃面对吧 这是正经的宜宾燃面 但是呢 老板娘跟我说的 老板娘就是宜宾人嘛 跟我说这个跟宜宾还是不太一样 这个在北京这边还是改良了 它没有那么油了 要不然宜宾真正这种特别油的 其实咱们是吃不动的 哇但是闻着好香啊 油香油香的 这一块的挺大啊 它挺高 碱水面 我觉得这个也燃面 比我在宜宾住京办吃的也还好吃 真的没有那么腻 而且热热的 吃起来味上香 味道还太长了 那没办法 人家是不是本来就是让你用盘吃 咱这不是为了人命吗 而且你还能吃到这种芽菜啊 包括肉沫啊 包括花生碎的这种香味 其实吃起来这还真是挺好吃的 红糖冰粉 这能拿吸管稀嘛 我来试一试 我真的能用吸管稀 这太爽了 这是最早上的 现在没有那么凉了 但我觉得要凉的时候 肯定巨好 总评一下吧 必须推荐的 就必点的脑花 脑花一定要点猪鼻筋 这也一定要点鸭掌 烤的鸭掌超级香超级嫩 我觉得这也好吃 烤双馋 也都是值得推荐的对吧 烤小香肠烤肥肠 这几下是我强烈推荐的烤串 凉菜 两根千层股 这个也超级推荐 烤串里头鹅肠也非常好吃 热菜这个就是烤脑花 跟烤鸭血非常香 尤其脑花超级香 鸭血其实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不如脑花 脑花直达天机 这是一碗改变我人生观的燃面 其实刚才我没想要燃面 然后老板娘跟我说 你一定要吃燃面 因为这个做的特别好 我真的觉得这家 比宜宾住京办的那个好吃 可能宜宾住京办那个吧 太正宗了 油的含量特别抠 这个没有那么油 所以吃起来更舒服一些 喝的交叉 红糖冰粉超级好 请我的视频来 可以免费领一把鸭肠 领一份鸭血 有效期两个月 好感谢您收看这期太阳太太 北京餐点哪家强 家境贫寒徐太阳 等我们去重庆给你们吃脏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